歡迎光臨 我是大甲漢獎 老家的直時此刻啊 韓國人在下門 然後啊 我們現在在一個神秘的地方 韓國人要帶大家獨家揭秘啊 那因為今天這裡有辦一個論壇活動 但是各位 竟然這個論壇活動 我們的綠當局很反彈 甚至他們的態度也是不希望 台灣有些人去參加這個活動 哇 各位 究竟是什麼活動可以讓綠當局這麼害怕 今天大陸就一場活動 竟然就可以讓民主自由下沉這樣 我真的很好奇是什麼活動 這麼厲害啦 所以今天韓國人來到廈門 獨家幫大家揭秘 所以我們非常不多說 馬上Let's go 好 各位 今天 天氣因為有下雨 陰陰的 然後我現在在廈門的國際會議中心啊 這裡還有海峽大巨長 然後各位的確齁 我現在已經接近到現場 整個氣氛非常的肅殺 究竟什麼活動 如此的可怕 會讓民主自由都害怕起來的 然後各位我到門口突然湧出好多的人 嚇死了 這該不會就是傳說的集中大會 各位這麼可怕的地方怎麼會湧出這麼多人呢 原來這就是讓綠營文風上膽的一個活動 一個活動竟然能挑戰到民主自由 今天可見它的功力非常深厚啊 我只看到好多人在拍照 然後啊 各位 今天這麼神秘論壇 讓這個綠營文風上膽 對 為什麼 那我們還是來了 怎麼突然出現一個更可怕從新疆來的 你該不會是 從哪一個 球車下來啊 你有沒有發現好多人 是好多人 我剛才一路過來 而且大家都好開心 都站在那個門口大拍照起來 我剛才已經幫好多人拍了合照 該不會這些人都是 有悲慘的經歷吧 哇 那我們得進去聽一聽 我們來看看多麼可怕會讓 牠都排起來了 不安全都要這樣 哎呦 天哪 我以為我去搭高鐵 你知道這一次其實有來 人數比去年還要多 去年五千多人 然後今年有七千多人 多了兩千多人 哎呦 多了兩千 所以不得了 還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 還有這麼多人可以 所以難怪娃娃 不是綠營這麼緊張 害怕 你有覺得這個場地 有一種可怕的感覺嗎 因為我們警察大哥 完了完了 這個很緊張了 這可見完蛋了 各位 好 各位好可怕喔 怎麼這麼多人在排隊啊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好緊張喔 我突然覺得我懂 綠黨局的想法 為什麼不希望我們來 真的 還是裡面會有 不同的靈異事件 對我們都不知道了齁 那個我們大師也來了 而且不光是大師 好多穿著就是 應該是少數民族吧 那種衣服都好漂亮 然後也在這裡排 我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害怕了 快看看看 就在那裡 對他們 就在前面齁 少數民族的衣服 你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他們害怕了 因為可能這裡有特殊的儀式 所以 知道你看 支付也來了 特殊的儀式 就符合啦 什麼六芒星啊 九芒星 我們講的 看手心都出汗了 好緊張啊 這個 這個 命運線很好 對 事業線還不錯 還蠻長的 各位 我已經走到 接近 這個恐怖儀式的會場了 你看 這個仙紅的地毯 不知道用了多少人 那顯然紅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都沒有看到 你看這個龐大的建築背後 該不會 只有一些神秘的儀式 所以我們待會我們就要進去 為大家揭曉 你看各位 的確這裡面有神秘的儀式 要不然幹嘛要搖鈴鐺 好 各位究竟是什麼 論壇會讓他們那麼 害怕呢 哇 我已經看到了 的確喔 這個尖叫連連啊 感覺到非常的慘 來 我們321看一下 來各位就這樣 就大家坐在這裡 你看就這樣一個論壇 會讓人聞風喪膽 可能他們眼睛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2023年 六月十七日 表達對兩岸同胞 通過海峽論壇 擴大兩岸民間交流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充分肯定 因應切期望 在福建全域 打造兩岸如何發展示範區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麼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海峽論壇 那麼我必須 代表 中國公民黨主席 朱立倫 來向各位 好朋友 各位貴賓 每年 6月份在福建舉辦的海上任壇 現在已經是海峽 最大的民間交流 平台 包含青年 文化 宗教 經濟 旅遊 基層團體等等 各個層面的交流 我們過去這三四五年來 一直在 九二共識 以及 反對台俄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與大陸方面展開各種交流 在台灣的政治領域當中 要隨過逐流 要變來變去 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要堅持的原則 就需要非常大的 毅力 以及勇氣 而我的祖父 廉政中先生 也是在抗戰爆發之前 回到大陸 最終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參與抗戰 而同時 有更多的台灣人 也加入了這場神聖的民主保衛戰 由此可見 從我們先生歷史當中 可以看到 作為一個道道定義的台灣人 也可以是一個堂堂政治的中國人 好 各位的明明綠綠號 是歐洲一位群聚 才能結束 他各界對於 歐洲政治的 未來情勢 不免憂心忡忡 甚至認為 過去二十多年來 伴隨全球化趨勢 所建構出的國際政經講後 已不再本地 看到在這段時間 整個國際的局勢 確實是 很興趣 變化很大 所以不管是國際間 區域間 他的情勢是嚴峻 其實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國際間的情勢 非常嚴峻 最主要是 來自於 美國 很不安 美國人 跟他所引導的 一個小圈圈 他們 非常的不安 那是因為 整個世界的格局 在改變 中國大陸的 高速的勇氣 這四十多年以來 中國大陸起來了 中國大陸起來 他身上也帶動了 所有發展中國家 也就是說 並不只是 大陸 英國國家 大論壇 好來各位 接下來啊 我們剛剛去玩 這個最可怕的大論壇之後啊 你看 來 這個是 分論壇 因為今年有很多分論壇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了 其中一個 婦女論壇 來各位 你說這裡很可怕嗎 真的覺得有時候 這個綠當局 這也搞笑 你看 這個是什麼 海峽 婦女論壇 因為海峽論壇 它會包含 非常多的交流 你跟我說 婦女論壇 然後是攸關 就是 婦女的一些議題啊 還有婚姻嘛 還有家庭 家庭的很多議題 那我想問 這個到底有什麼好可怕啊 為什麼會不希望 這個台灣人能參加 對不對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而且其實 我覺得不光 不是說 都不是可怕 很溫馨耶 這沒有眼見為食 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在這裡拍照 來各位 這個就是 婦女論壇 的現場 確實啦 我覺得 上面有點金幣輝煌 有點嚇人 嗯 剛才進來的時候 後來發現 對 眼睛裡面都有 淚水 喔 每個人來分享這些故事 就對了 像這個故事 感覺好像是在分享這個齁 那個 那個 感覺好像是幫 爸爸是不是 而且這也是我一直跟很多台灣朋友說 現在大陸啊 對於 這種 女性的地位真的是很高 真的 所以海峽論壇還專門有一個婦女生 對 好啦 OK 各位 這就是今天韓國人啊 帶大家獨家揭秘 這個讓綠營啊 聞風喪感的海峽論壇 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問一下綠蛙 你們這樣看下來這活動有什麼問題嗎 蛤 那為什麼你們的組織綠營這麼害怕呢 其實我很感嘆的是啊 當這個雲林縣長這次來 綠營當局 那個時候啊 就已經覺得不樂見他過來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看台灣這麼多人那麼努力 只要維繫兩岸和平 可是你們這些綠蛙綠營綠媒 不斷希望兩岸衝突 那我就已經問了 那你希望兩岸衝突 你們不斷地 去罵大陸 那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實力跟他衝突 你們又怕被打 那到底哪來的毛病呢 我真的有時候看了 我就很想給他們幾個大嘴巴子 那麼多人在努力 你看現場 很多人為什麼來這交流 除了他可能是在大陸工作啊 從商以外 當然很多人也是很憂心 現在兩岸的狀況 你看這麼多人努力 然後 他們參加完 然後還要被台灣在批鬥一番 這到底是什麼 雷是雷非的社會 希望和平是不對的嗎 而且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大陸如果今天這麼糟 還給台灣浪了這麼多力 這個台灣的出口 依賴大陸也這麼高 完全不像是對台灣 十二不赦的地方會做的事吧 完全沒有道理 其實各位整個看下來 你就很清楚啊 這些綠營只是要利用仇恨大陸 來當作他們謀取選票的方式 但是真的為台灣做事 這些人在批鬥的 一文不止 你們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所以啊 這就是今天韓國人 獨家為大家揭秘海峽論壇 整個裡面 可怕的狀況 好啦 如果喜歡今天這集 記得按讚喔 幫我訂閱爆發小鈴鐺打開 如果任何想法 還在下方裡面 我們是大天見 我們下次見